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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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今天的 AI News 今天我們又請到了 一直以來在支持我們 然後我們當然也一樣 一直以來都在支持他的 未來的國會議員 請鄭國先生來到我們現場 之前請鄭國先生去了一個 非常特殊的一個 而且每一個人都很羨慕的一個活動 就是跟在南加這個地方 跟川普見面 我們對於川普就感覺好像就是 一個非常有距離的人 然後他就是在電視上這個樣子 我們不知道跟他近距離接觸 的感覺是什麼 因為上一次我遇到 Carrie Lake的時候 我整個就是 哇 他跟電視上的很不一樣 請問一下 你上一次去 對你來講有什麼 這個特殊的感受嗎 先跟大家說聲好 也感謝主人 讓我有這機會 再度來到你們的節目裡面 實際上我在 真人碰到川普的時候 有三次 最後這一次的話 是在兩個禮拜前 在Beverry Hill看到他的 那麼第一次我看到他的印象的時候 覺得他跟他的那個妻子 人非常高大 因為是我們去參加他那個晚會 宴會的時候 他是好像是 像室內主角的場一樣 非常大 在靠近白宮的那個叫做Ballroom 我們基本上 不可能用交鋒工具過去的 所以那個旅館呢 可能有一兩英里之遠 大家都是走路過去 因為那個時候他的這個 戒備是比較森嚴 所以那時候電視上報道說呢 沒有多少人在參加他的這個 宣誓活動 實際上 我看到的是正好相反 因為他的 因為這位森嚴的話 要檢查的人呢 可能就算不是很長的隊伍的話 他檢查可能一兩個鐘頭 就是很平常的事 所以很多人是在場外進不去 並不代表人數不多 你看到他近距離接觸的時候 他講話還是跟平常一樣嗎 跟電視上呢 就是說在當然現場 感覺不一樣 他講話的時候呢 當然用詞啊 我覺得 川普總統你剛才說呢 很多人都是就是羨慕的 實際上在外面碰到的人 並不完全是如此 喜歡他的人是非常愛他的 那不喜歡他 是痛恨他 所以是這種兩個極端 對他就是說沒有感覺的這種人 是比較少的 那這次在Bevel Hill 也實際上他先到 這個陳謝以後到Bevel Hill 那很多人就是願意去排隊去看他 所以他的那個個人那個魅力 在現場是跟電視上看的完全不一樣 哇 真的是讓人很羨慕 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經歷 是可以跟他這樣子的一個 直接的一個接觸 因為我相信很多的人 對於川普都有很多的迷思 覺得說他是個什麼什麼樣的人 然後他會不會跟就是私底下的時候 完全不一樣 你有聽過他特殊的一個經驗 是讓你記憶很深刻的嗎 我可以講兩個經驗好了 那麼在現場看到他的人 我發覺就是說 因為他的這個出生家庭也是算是比較 就是說富裕的一個家庭 那麼我認為他在普通用詞的時候講話 他是比較直率的 他比較不會去修飾 我發覺去參加在會的很多人都是就是說 學識也蠻高的 但他講的話是跟他們是完全不一樣 但是他每每就講的話很直率的時候 就是可能講到 很多人想講的話不敢講的話 他就直率的就說出來了 那我現在來講一下 這個他以前的前顧問 他跟我講他的經驗 他說第一次看到川普的時候 川普第一眼看到他就說 你是什麼樣的人 就 Who the hell are you 他就覺得呆住 他被川普這樣講呆住 他說Come over here 他就覺得 哇 你怎麼講話這麼不客氣 就是說 Who the hell are you 但實際上他知道川普這個人以後 就覺得他是一個很直率 所以說他也對川普就在熟了以後 也就是沒有這些戒心 要談話的話 都是非常直來直往的 所以我想川普總統的話 這一點也是他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他在就任的時候 他說話的話 基本上是說到做到 他說要做的事他就是執行 而且他非常有執行力 對於他的執行力 我們是看得到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得到的 那最近在網路上 對他有很大的一些攻擊 然後就連在保守派裡面也有 你覺得這些對於川普 有什麼影響嗎 我覺得會讓他 越來越多人喜歡他 因為川普的話 他就直接就像我講 直來直往 那麼很多時候 就是說他受到他的攻擊 我認為是就是並不公平的 我給你打一個比方 在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2016年底 就2017年初的時候 在華盛頓 那個時候我親眼看到 有數以千計的 應該是和平的示威者 因為不喜歡他當做總統 有幾波的這種抗爭 街頭上遊行抗爭 那麼這應該本來是一個很和平的 他們自己說是很和平的 我親眼看到他們在街上 把車子都翻過來燒 然後才砸街上商店的那些玻璃 可是我很驚訝的是 在新聞媒體上面 我都沒有看到 我說如果說有幾千個人 在一個國的首都 在那邊製造動亂暴亂的時候 應該會報導 而且大篇幅的報導 反正我自己沒看到 這是我親眼見到的 那麼在卸任以後 你看就是說 司法界對他的打壓 這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為美國一般人 不管你是左派右派 絕大部分人還是有一個 基本上一個良心 或是一個道德 或是一個可以看到一些是非心 這麼說 所以我想這是為什麼 川普總統會 越來越受歡迎的原因在這邊 那這一次他的選舉 你覺得目前怎麼樣 因為現在有很多奇怪的人 要出來去選 Joe Biden就不用說了 大家都已經知道 Gavin Newsom可能也要出來 然後RFK Jr.也出來 要去做這個樣子的東西 然後很多共和黨的建制派 也在開始發一堆東西來攻擊他 你覺得對他的選情 目前有沒有什麼影響 還是只是越變越好而已 像他第一次在參選的時候 共和黨有很多優秀的人 也一起來參選 所以當初我是並不看好他 他剛出來的時候 其實有幾個人 我還覺得我比較 可能支持的 像Dr. Ben Carson OK Ben Carson 對像是那個什麼 Marco Rubio 參議員 我都覺得他們在 言辭上 或是他們的那些政策上 我是比較接近的 但是川普 就是說在一次一次辯論中 就擊敗對手 跟希拉蕊的時候 我也認為希拉蕊會贏他 但是你看他是 一個壓倒性的勝利 來贏的希拉蕊 但這一次的話 是比上次更明顯 就是在兩黨之中 我相信好像找不出 任何一個人能夠對抗得了 就比如說 紐森如果出來選總統的話 那麼如果說他們要經過辯論 我相信紐森這些政策 所以川普來講 是非常容易攻擊的 我也不認為他是一個對手 對川普來說 那像說 這是大家比較擔心的 就是RFK Junior 這個人出來 因為保守派 好像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來建立出來這個人說 這個人好像不是一個壞人 他好像是一個比較 friendly 的一個Democrat 你是怎麼樣看 RFK Junior這樣 我認為他是一個 比較有良心的一個Democrat OK 我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在民主黨推的政策之中 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自己 自己看他們的政策 某某良心 誰願意自己的小孩 很小的時候 接受這些不當的性教育 誰願意自己的小孩 在過12歲以後 尤其在加州 如果是說你心靈不穩定的話 你怎麼可能有這種決定權去 說我可以要去做變性 父母不願意的話 政府有權把你小孩帶走 打砸搶 跟現在的遊民 是以成倍的在那邊成長 請問你我相信沒有一個 就是說一般我們可以說 比較也正常的理解力的人 覺得這些政策是正確的 但是只要一談到這個 川普情節以後 這些人他們就好 因為是川普 我一定會投其他黨 就是為什麼 拜登上一次 他選舉會變成這樣 我相信 比較明理的人 你客觀的去看的話 拜登連一個話都講不好 他怎麼統治這個國家 所以我認為這個國家 並不是拜登在統治的 很多都是他的幕僚 像這個在政策上 他常常出錯 白宮發言人都講不出 就是說沒有一個 合理的一些講法 我相信大家也是眼睛很雪亮 RFK Jr.他的出現 會不會讓川普掉票 或者是RFK Jr.這個人出來 對於民主黨的攻擊比較大 還是對於保守派的攻擊比較大 實際上如果說兩黨沒有這麼分歧的話 他這個人選的話 是可能兩黨會比較容易接受的 但是因為分歧太大 所以現在他既然是民主黨 他們推拜登 或是他們會推其他人選的話 一定不會支持他 那共和黨因為有川普存在 就是說他也擠不上邊 所以他可能這個人會變成邊緣化 我覺得很可惜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人的話 他的政策是比較屬於中間靠保守派的 甚至我覺得他中間比較 算是講話是比較合理 像這個我如果想到 像以前該來的總統一樣 如果比較靠中間的話 是兩邊比較容易接受的 所以可能分歧會比較少 我認為他也是一個 理想的人選之一吧 但是因為現在的這個政治的這個 這個風向 整個社會的這個風向 兩個極端的話 我相信他的這個要成功的機會 應該是 是比較可能性比較低 那這一次你去見到川普 然後你親眼的看到他 他還是有一堆secret service跟著他 然後旁邊有什麼示威人士嗎 我完全沒有看到示威的人士 我看到的都是愛戴他的人 像這一次我們在Bevelio看他的時候 我們是三點多就被他們的專車接到 他的這個這個私人的一個家裡面 準備接他 那天去的話大概有250人左右 這一次我有一個印象還是比較深的 在川普身旁呢他有一個助手 這個助理呢 人家說他是個種族歧視者 但這個助理呢根據他自己講 他在川普身旁已經17年 是一個女生 而且是一個黑人 所以我跟這個人呢 因為我沒有辦法跟川普總統 面對面的這個講話 但是我跟這個他的這個助手 講了還蠻久的一陣子 就談談就是說一些政治理念 加州一些亂象吧 那麼呢 我就覺得他請的人呢 都是一些非常有能力的人 而且能夠跟他在17年 實在是不容易 而且思想一定是很類似的 對是非常能幹的一些人 不然他早就把他開除掉了 對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川普總統能夠成功 但是呢 這一次呢 從上一次我們也看到 川普旁邊呢有很多呢 人家就是帶了一些假面具 說是好像是一個比較是保守派的 實際上呢 做出事情是危害川普的 如果說川普總統身旁 沒有這些人的話 我相信 那我們在 不是川普總統的成功 我相信我們能夠受到的意會更大 那這一次你也在競選 然後你要競選國會議員 目前對你的選戰覺得怎麼樣 我這一次覺得呢 神呢在我們身邊開了很多路 實際上說呢 打開的門沒有人能夠關掉 他關掉的門沒有人打開 這個確實在我身上呢 也能夠印證 我們上次呢 用大概25萬的這個知識員 去跟那個有可能超過千萬身家的人 去打這個選戰 結果我們能夠以大概是 微小的6%來落敗 這個應該是絕大部分 甚至國內他們在看選情的話 都沒有辦法能夠就是想像的到的 所以這一次呢 有很多人來準備要幫我們 那就像我剛講 除了三個川普的顧問 或是前顧問之外呢 還有就是說像是在整個聯邦級的 這種專門做選戰的這些人呢 也加入我們的團隊 所以大家會慢慢慢慢看到這些人 我們有一些比較高科技的一些 選戰的做法 所以到時候我會跟大家報告一下 太好了 那我再插一個問題好了 最近眾議院換議長這個事情 你是怎麼樣看這一段 我認為這可能是忌忠忌 連環忌 那我認為在麥卡錫呢 為什麼被他自己的共和黨 把他推掉的原因就是因為 共和黨就少數的人 覺得麥卡錫沒有遵守他的承諾 對 來達成一些就是說 像是在這個經濟政策上 做出他應該做的這個承諾 那反而麥卡錫跟那個民主黨呢 達成一些協議 以這樣子來說的話呢 應該民主黨要支持他才對 因為他跟民主黨合作 對 想不到是民主黨一個人都沒有跑票 把他選掉了 我相信他自己沒料到這個 他如果料到這個的話 就會不跟民主黨合作了 就是說共和黨還會支持他的 如果他就是維持他的承諾的話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 因為他一掌這個空間的 這個時候呢 中東就開始打戰 而且這些打戰的話 就是武器是從我們在這個阿富汗 就是說撤軍的時候的武器 我研究過他的這個地圖 這些武器呢 要從那個阿富汗 要運到這個 這麼小的這個加沙走廊的時候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為加沙走廊就夾在這邊 而且這麼多武器運過去的時候 他會要需要很多這些周邊國家的 允許或者也好 幫助也好 才能夠運得到 所以呢 在這個以外呢 還有美國政府給了伊朗 要準備給伊朗錢 也給了巴勒斯坦錢 那你想那個時機跟有資源 在又在這個打戰的時候 當然我們不是一個 Conspiracy 但是是這個太巧合 因為我從來沒辦法想像 美國軍方是世界上一流的軍隊 他們撤軍的時候 會這麼草率 或許是失職吧 會有這麼多武器留在那邊 這個是我自己覺得是不可思議 也不可相信的 美國軍隊這麼強大 全世界第一的 竟然會做這個事 所以或許大家想想看 是不是一個有 有計畫的一些情形 也有這種可能性 我看到呢 就是說他那邊如果要 要把武器運過去的時候 他可能用地下的通道之外 可能有海上 但是他能夠運的這些東西 因為他們有限的資源對不對 要就算一個火箭炮 是很重的 我看過他們一些 地下隧道的這些照片 那麼你這樣過去的時候 你要運這些東西 難度是非常大的 那既然在短短的撤軍 可能兩年之內 有這麼多武器進去 你沒有得到一些幫助的話 是辦不到的 那依照你現在來看 而且你要選國會議員 未來美國參加戰爭的可能性很高 然後你在國會的話 你可能會投票 說要不要參加一個世界的戰爭 你會怎麼樣投票 你講這個戰爭的話 我是這麼看的 當然我們是希望不戰 但是我又要保護我們國家 保護我們人民的時候 非戰不可的時候 那我是全力支持 一定要戰 因為這就是我們的一切 就像現在 比如說以色列 無辜的人民被攻擊的時候 他能夠做什麼 他必須要去作戰 但是我覺得 就像是我們聖經的最後一章 講的一樣 在以色列開始打戰 所以可能我們上帝要回來的日子 也是非常非常近 對 所以說大家如果說 在心中的信仰 如果跟神還是有點距離的話 可能要思考一下 我們自己的關係 是不是要跟神再靠近一點 那當然在整個過程中 在這幾年我有一個感觸就是說 我們常常覺得在國會也好 在一般人也好 他們可能超過7%說他是基督徒 但是有多少人真正活出基督徒應該的樣子 若是基督徒的話 你會去支持小孩子這個不正當的性教育 變性手術 然後同性戀 然後剝奪你的一些去教會的權益 甚至發言權在加州準備推出個法 準備對我們父母的發言權來做出這個剝奪 如果說你是基督徒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 我們每個人都該站出來做些事 就算你沒有選票權 你要有參與權 你要積極的參與 那麼現在社會上這個亂象 我們常常自己的基督徒 我們要反省一下 我們可能就以前也把這個事情忽略掉了 或說沒有太關注 而導致現在的亂象 如果剛開始我們就立場非常鮮明 我們堅持我們這個基督的這個教育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這些事情也不會發生 真的是感謝Eric 今天來我們節目上面跟我們講這麼多 那Eric 你還有什麼東西 要跟我們的觀眾跟你的選民講 我只想跟大家講說 加油我們跟主再靠近一點 現在我們如果禱告的話 可能不要禱告一些對自己的需求 因為我們通常跟神禱告就是說 神給我什麼給我什麼給我什麼 現在跟大家講考慮看看 神你讓我更多的信心來跟你靠近一點 神我跟你更靠近一點 所以這或許是我們要祈禱的方向 不只大家要幫川普禱告 然後要幫Eric禱告 特別是幫自己禱告 真的是我們自己變剛強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真正翻轉這個時代 這個時代的翻轉需要我們每一個人一起努力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變成剛強 讓我們每一個都不跟現在發生的事情妥協 讓每一個父母都親自來教育自己的孩子 這個樣子的我們才可以拯救我們的國家 那也不要忘記投加州第38區的選區 請正果先生 就算不是可以投票給我的人 也可以上我的網站 來支持或是給我們打氣 或是加入我們的義工 所以這些我們都是非常必要的 加入我們義工的話就可以跟我們一起 雖然很辛苦 但是是非常非常值得 而且可以認識到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那就去這個網站erikchinforcongress.com 最後一點 就說大家在看這個節目的時候 請記得Ethan Felicia都需要你們大力的支持 因為他們捨去高薪的工作 來做這個神職 那我自己的話也是常常花自己口袋疊錢 但是我們的做東西不是為我們自己 我們是跟隨主 我們做的事情是為了大家一起 能夠跟神更靠近 所以我們在做神的事情 我們願意這樣奉獻 願意這樣付出 但是如果說你們可能的話 也跟Ethan Felicia這個團隊 AI News你們大力的支持他 Thank you 是不是 Thank you 好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然後感謝Eric來我們的現場 感謝秦政國先生來我們的現場 請大家這次一定要去投票 然後一定要去拉票 然後一定要走出去 不要只是覺得說 在家裡面看AI News說 你看左派多壞 那個拜登真笨 是真的要走出去 用你的生命來改變你身邊的人 改變你的教會 動員你的教會 如果你是牧者的話 你有義務要來拯救你的社區 這個社區是屬於你的 聖經上是這個樣子寫的 所以說請各位一定要走出去 然後各位一定要背著自己的十字架 然後跟著耶穌走 好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